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中国6G也领先了 中兴称11月将有好消息 中国第二大通信设备企业中兴副总裁 王新辉21日表示 在一个半月后将会看到3GPP和6G的好消息 3GPP是国际移动通信技术标准制定机构 王新辉副总裁还表示 我们正在和世界上很多朋友一起 进行一项相当重要的工作 我现在不能说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会知道这个好消息是什么 有媒体分析认为 王新辉的发言暗示着 早就开始研发6G通信技术的中兴 在技术研发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 特别是王新辉提到3GPP 有分析认为 中兴的技术有可能被采纳为国际标准 3GPP成立于1998年 是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标准化技术合作组织 包括三星电子 高通 苹果 爱立信 诺基亚 华为 中兴等全球主要国家的移动通信相关企业和组织参与 中兴自2020年起就开始研究6G通信技术 据称已于去年11月完成了6G核心技术概念样机测试 中兴通信负责人表示 从关键技术上看 6G和5G之间存在很强的继承关系 6G将会是5G和5G Advanced 基于长期以来获得巨大成功的产业创新范式的驱动而产生的持续平滑演进的技术 因此 公司长期以来在5G和5G Advanced上形成的技术优势很大程度上可延续到6G 华为亦在6G领域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和经验 近日 华为率先完成5G A全部功能测试用力 5G A作为5G到6G的过渡技术 网络性能较5G有较大提升 6G方面 华为高级副总裁兼运营商BG总裁李鹏表示 华为已经与运营商合作完成了6G赫兹技术验证 随着SUB100G全频谱的走向 6G技术正逐渐进入一个新风口 当前 4G与5G陆地移动通信系统存在很明显的局限性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李德仁近日表示 目前 全球移动通信服务的人口覆盖率约为70% 但受制于经济成本技术等因素 仅覆盖了20%的陆地面积 小于6%的地球表面积 6G并不是5G的简单升级 而是跨越式提升 做到万物的致连 凭借着将实现十至百倍提升的性能 6G将可建立起空天地海 泛载移动通信网 实现全球泛载覆盖的高速宽带通信 当前 业界普遍认为 在典型场景方面 6G在5G三大场景基础上增强和扩展 包含沉浸式通信 超大规模连接 极高可靠低时延 人工智能与通信的融合 感知与通信的融合 泛载连接等6G六大场景 值得一提的是 此前有权威专家表示 6G场景之一是全覆盖多样化智能连接 即以地面移动蜂窝网络 卫星互联网 无人机等空中平台的灵活部署 以及各种超低功耗 超高精度智能连接技术 实现全球范围内 空天地海 立体空间内 近乎无死角的全球泛载连接 这跟当前手机行业正在热炒的 卫星通信概念有很强的关联 未来的6G时代 或许我们手上的每一台设备 都能够直接跟天上的卫星 进行连接通信 真正实现全球范围的覆盖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 6G技术是未来数字经济时代的底层根基 掌握6G核心技术 才能掌握数字经济时代的话语权 从科技革命的进程看 第四次工业革命 智能制造时代已经拉开帷幕 各国都在争夺第四次工业革命主导权 6G的超低实验超大连接超大宽带特性 是实现新一代智能制造 构建智慧工厂的必由之路 从政治角度来看 掌握6G阵地的制高点 对把控未来至关重要 目前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国际组织以及学术界产业界均开展了6G研究 不过尚未对6G的愿景 关键技术标准等形成统一的共识 有机构研究 对于6G商用演进的时间节点 目前一般预期将在2030年左右开始商用 按照国内目前相关研究机构 以及运营商 终端设备商 服务商陆续披露的一些进度 在6G相关的研究方面 目前我国应该是走在了世界前列 这次的好消息也很值得期待 很有可能6G时代 会比大家预想的更早到来 2020年10月 美国电信行业解决方案联盟牵头组建了下一个G联盟 战略任务主要包括建立6G战略路线图 推动6G相关政策及预算 6G技术和服务的全球推广等 目前全球已有高通 苹果 三星 诺基亚等几十家 信息通信行业巨头加入 然而中国企业华为和中兴却被排除在外 此联盟旨在于6G时代 确立美国的领导地位 自然不欢迎已在5G领域取得领先地位的中国企业参加 自联盟成立以来 美国不断加强与欧洲 日本 韩国等 在6G领域的技术合作 企图在6G时代弯道超车 拿回通信领域 全球主导权 以遏制中国 2020年2月 国际电信联盟正式启动6G研发 这标志着国际标准组织层面 首次为6G进行顶层设计 建立全球统一的技术标准 有利于6G技术尽快在全球落地 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单方面制裁中国企业 建立排他性小圈子 与这一目标背道而驰 美国成立6G联盟 将中国企业排除在外 必然导致6G技术路线和相关标准的分裂 可能导致未来6G出现两套不同标准 不利于6G在世界范围推广 更不利于6G产业链相关企业发展 3G 4G时代均出现过几项标准并存的状况 技术实现种类太多 导致国际标准制定复杂化 审核及推广过程延长 也给终端厂商和消费者带来麻烦 比如消费者在部署不同标准的国家或区域间旅行 锁持设备可能遇到兼容性问题 直到5G时代 各方才趋利避害 尽可能让标准在技术上实现统一 相关专家认为 美国此举一旦导致6G出现多套标准 便是开历史倒车断步可取 搞小圈子一方面导致各国在研发投入 基础设施投入等方面出现冗余或浪费 也增加了安全等方面的投入和研发难度 然而这期间 中国并没有专注5G研究与应用 同时又乘胜在6G上继续发力 据世界6G相关专利技术披露 中国的6G专利技术已达到世界总量的35% 占据第一位置 远远超过第二的美国和第三的日本 去年底 中国又一件三星率先发射 用于6G研究的通信卫星 6G通信技术优势得到进一步巩固 2022年5月3GPP会议 由中国电信牵头 中国信科 中国移动 中兴等单位 共同合作 获得中欧 美 印等国家地区的 20余家公司和政府机构支持的 SET PH3卫星 接入研究阶段3通过立项审议 这标志着中国科技型企业 在5G 6G卫星国际标准化领域 首次取得重大突破性成果 提升了我国科技型企业 在卫星通信标准领域的影响力 为相关技术落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不出意外的话 中国又将在6G通信技术上 远远超过美国 复制5G通信技术的辉煌 这就有意思了 美国全力打压华为中兴公司 后者不但没有像日本东芝 和法国阿尔斯通公司那样一蹶不振 反而愈挫愈勇 发展得更加迅猛 最终主导了6G标准的建立 这一点是美国万万没想到的 其实他应该想得到 中国不是日本和法国 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靠打压阻止其发展 只能适得其反 美国应该好好反思自己的行为 中美斗则两伤 何则两利 移动通信技术 具有公共产品性质 全球卫星通信频谱资源有限 各国联合开发才能更高效 增进人类福祉 只有国家组织企业之间 互通有无取长补短 才最有利于新技术标准 在全球推广 为终端用户带来最大便利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